一号大墓出土众多青铜里气 名文内容丰富 但却始终没有墓主人的名号 关键时刻 规模稍小的二号墓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河口墓地 参秘 下集 2007年9月22日 山西省益城县大河口西州墓地 罕见的西墓涌终于清理完毕 此时此刻 墓葬二层台上新发现的11个壁刊还没有开启 墓坑底部的果实也依然覆盖在塌落的田土中 这座由于被盗而意外发现的大墓充满了谜团 墓葬开口处的四个斜洞究竟有什么作用 没有墓到的数学土坑墓 按说应该属于普通贵族 但规模不小的墓坑中 为何还要再建11座壁刊 如此多的壁刊会收藏多少随葬器物 壁刊如此 那么果实 官室又会如何 一号大墓的墓主人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位神秘人物 被断代为西州的大河口墓地距离同时期北兆近头墓地直线距离只有不足二十千米 因此人们一度认为墓地属于靖国 墓前规模最大的一号墓墓主人应该是一位生前在靖国享有较高地位的清大夫 可是正在四十千米外主持恒水西州墓地发掘 暂时无法抽身的领队谢瑶婷却敏锐地意识到 一号墓的主人远没有这样简单 其实这个墓葬从一开始发觉 就是我就意识到它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国君的墓葬 国君是对诸侯国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大河口一号墓墓主人如果是一位国君 那么它掌控的会是哪一国又为何与靖国近在咫尺 强大靖国的卧榻之策真的容许其他国家酣睡吗 因为我们在江峡航水墓地有这种这方面的发掘江艳 因为它这样的墓葬就是三米多长两米多的这样的墓葬开口 一般来说就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它的深度在十米左右 就你将开始就怀疑它有可能是国君的墓葬 但是西木涌的出现就更检定了我们这种信息 当十一个碧卡一露头的时候 那我们就更加K掉它是级别比较高的墓葬 2004年开始正式发掘恒水西州墓地时 一开始人们也以为发掘的只是一处靖国墓地 但是当一号二号两座夫妻并学合葬大墓出土的器物名文中出现彭博字样时 谢姚婷就意识到这位被称为彭博的墓主人应该不是靖国陈属 而是文献记载中彭博的统治者 虽说恒水墓地一号二号大墓都带有墓葬 但这是因为彭博夫人的身份特殊 才使夫妻二人都能够享有甲字形墓葬 而且整个墓地也只有这两座而已 恒水墓地距离北兆晋侯墓地也只有三十千米远 既然彭博是诸侯国国君 那么西州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显然出乎了今天许多人的预料 根据文献记载在大禹治水的时候 那个大禹的时候有万国万国林立 所以所谓的万国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很多很多的部落 或者是人群 一个族团一个族团的 它和我们后来的所谓的这种民族不是一个概念 清除了诸侯国的来历 自然就能理解西州时期诸侯林立的原因 根据文献记载 夏商更替 商汤讨伐夏节时就联合了三千诸侯的力量 那么到了这个周五王灭伤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在梦境汇合了800诸侯 那么他联合了800诸侯 那还有很多的诸侯他没有联合 那么根据后来东周的文献记载 西州的时候大约有1700八百个国家 如此众多的诸侯国其中大多都拥挤在文明复数的中原 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也就可想而知 于是当尊崇领乐制度的西州成为历史 春秋战国迅速拉开了兼并战争的序幕后 这1700八百个诸侯国很快就整合成了 以战国七雄为代表的二十来个 那么到了秦始皇统一的时候 那么整个中国的东半部就成为一个国家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历史发展的一个人群和文化 不断地融合 不断地走向统一的这么一个过程 可以想象 近西南地区在西州初期一定挤满了 与今天县域面积相仿的伯爵等级诸侯国 而属于周朝宗室激姓的侯爵国家晋国的成立 则是周王对这一区域加强管理的体现 发现了十一座壁刊后 谢瑶廷终于来到了大河口 已经在恒水持续工作了数年之久的他 又立刻投入对大河口的发掘中 在他的主持下 考古队员尝试着打开了其中一座壁刊 壁刊里的发现再次坚定了他对墓主人身份的推测 因为这个我们当时对一号壁刊击向了枪里 里面发现了这个原始瓷器和两件陶器 那么原始瓷器这种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埋葬的 原始瓷器的随葬就代表着墓主人级别比较高或者非常高 一号壁刊被打开 考古队员却没有在现场提取其中的文物 而是又一次封存了起来 剩下的那些漆漆是在壁刊里面 它就二层坛在壁里面掏个肚 壁刊就是掏个肚 把它放进去 没有什么东西瓷了 所以它保存得好 所以说要在这个北方 就起码再塞进来说吧 这漆漆保存得不好 还是比较罕见 原来除了原始瓷器和陶器外 壁刊里还封存有更多的各类漆木器 除了常见的漆盘 漆暗 漆耳杯等 人们后来还从大河口一号墓十一座壁刊中 发现了精美的漆豆 漆壶 漆雷 漆祖 漆平峰等 尽管因为没有受到挤压而保持完整 但毕竟有机制文物 在忽干忽湿的黄土高原很难保存 为了成功提取这批珍贵的漆木器 谢姚庭决定 等墓葬果室发掘完成后 再将壁刊整体装箱 运回考古实验室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的配合下 再细致清理 安排好下一步发掘工作 谢姚庭开始仔细观察木框四角的斜洞 早在恒水发现这个特殊的遗迹现象后 他就对此有了一些推测 这种洞我们就想知道它到底是这个当时这个下官用的呢 还是另外一种习俗 比如说它有什么这个宗教方面的讲究了 或者是梁回从这地方出入了什么的 考古队员首先解剖了斜洞中的田土 他们发现这里的土质比较松软 与木坑田土完全一样 没有丝毫夯打的痕迹 唯一特殊的是 经过清理后的斜洞洞壁比木坑坑壁更加光滑 就是这个好像溜土的时候 从这地方那个土 土从上面溜刷的比较公滑一些 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遗迹 所以我们推测和相关有关系 不然的话 他说在这个木的这个口上挖这么四个洞 是作为其他的用途的话 也解释不清 因为很多这个装小项目都没有 斜洞的作用之谜最终还是没能彻底解开 人们只能暂时推测 它的出现是为了配合棺木下葬 与此同时 从二层台之间的区域继续向下清理 发掘很快进入了果室阶段 由于果室盖板腐朽坍塌 上层填土下落 考古队员只能从塌落的泥土中 隐约看出它曾经存在的痕迹 腐朽的木灰 有个发白点有个发黑点 一点灰横 那么就靠这个刮这个活土的面 从上面发现这点灰横 你用这个灰横慢慢地清理出来 把上面的摘的土剥掉 用手铲 用这个小的这个剥石的工具 剥掉这个土以后 才能发现它这个木纹的走向 能有几块 果盖板腐朽留下的木灰高低不平 突出部分覆盖着的 就是位于棺果之间 原本摆放在果室中的大件器物 那么枪冻器的发现 首先是数量多 在这个木主日的头前西部 满木这个葱绿啊 那都是绿袖 那应该说是当时是比较震撼人的 而且这个枪桃顶 很多器物的个体也非常大 应该是你比如当时它随脏的时候 你比如咋出来放 就这么一堆 怎么乱放了 应该当时麻的时候 不可能就是这个 就是这么乱放 应该是有架子就不塌了 就塌成那样子 这些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 共计一百多件 青铜礼器主要由原本在祭祀 和宴饮时使用的炊器 酒器 水器 以及乐器发展而来 大河口一号木就出土了 其中的顶 鬼 力 眼 盘 盒 爵 尊 有 雷 中 脑等 近二十种 七十五件 值得一提的是 异常重要 人们通常认为 其数量往往和身份地备 息息相关的青铜顶 一号木中就出土了二十四件之多 果室内出现层层叠叠的青铜器 这意味着大河口木地的发掘 再次有了重大收获 信息之余 一个疑问再次产生 在今天 关注历史的人往往会有这样一个概念 那就是 从遥远的夏朝时起 中国就形成了天子九鼎 诸侯七鼎 大夫五鼎的用鼎制度 可是如此一来 眼前这二十四件青铜顶 又该如何解释呢 过去我们所谓的这个天子九鼎 诸侯七鼎等等 这条维先记载 是在这个光阳传里面的和修柱 我们知道和修是汉代人 汉代的人对这个光阳传 坐在一条柱寿里面 他谈到这个天子九鼎 诸侯七鼎 强大夫几鼎等等 那么这是汉代人 对东周理智的一种回忆 或者是对过去的一种记忆 或者是对东周伟先生的 记载的一种转述 那么他是不是就反映了 西州时期的历史强控呢 和修生活在东汉末期 作为一位儒学大师 他注释过《论语》 《孝经》《春秋》等典籍 在注释《公阳传》 《环宫二年》这一章节时 和修根据自己的理解 写下了《礼记天子九鼎》 诸侯七 大夫武 原是三也 这样一句话 从此以后 一些学者因为混淆了注释和原文 因此才形成了 对早期用顶制度错误的理解 其实在多年的考古发掘过程中 考古工作者早就注意到 绝大多数先秦时期 高等级墓葬中 出土的青铜顶 数量与所谓的用顶制度 相互矛盾 依然以北兆禁猴墓地为例 当其中一座禁猴墓葬出土了五件青铜顶时 就曾经遭受到广泛的质疑 说维线上记载是天子九点 最后七点 枪是枪大夫是五点 所以你这个禁猴墓地发现的五点 它不是禁猴 它也应该是枪大夫 那么我们禁猴墓地的枪藏器秒位上 明明确确的写着它就是禁猴 你现在拿维线来套合它 说它非得是枪大夫 这是一种典型的消毒使律的方式 除了北兆这座少于七顶的诸侯墓 考古工作者也同样遇到过 很多远远超过七顶的诸侯大墓 人们注意到 这些青铜顶外形不同 既有相对少见的四族方顶 也有数量更多 只有三族的圆顶 在西州早庄期的时候 地位越高的墓主人 它的墓葬里面放置的随葬笔的数量越多 那它放置的有二十多个顶的 有十几个顶的 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方顶的地位 方顶代表墓主人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大河口一号墓出土的二十四件青铜顶中 方顶只有两件 一件为四足圆角 一件为四足方角 对于这两件代表着墓主人等级 很可能会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重要器物 刚刚从墓坑中提取出来 考古队员就发现其中一件的内壁上 似乎带有铭文 铭铜器铭文是研究历史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根据经验 铭文中往往会带有族名 器物名以及制作者 祭祀对象等人物的名称 或许解读铭文一号墓墓主人的身份 就会立刻真相大白 在对器物进行适当的清理后 方顶上的铭文终于辨认了出来 然而 伯作宝尊仪这五个简单的文字 却让队员非常遗憾 伯可以理解为伯爵 但是也可以被认为是兄弟中的老大 尊和仪在古时泛指祭祀用的铭器 这样的铭文可以说 对解开谜团无法起到关键作用 继续清理堆叠在一起的青铜器 考古队员寄希望于其他器物上会有更多信息 终于在清理一件青铜有时 人们发现有盖内再次出现了一组九个字的铭文 咽喉指作孤魅宝尊仪 再次辨认出的名文似乎更加离奇 众所周知 战国七雄中的咽国位于北方 疆域 包括了今天的北京 天津 辽宁的全部 以及河北 内蒙甚至朝鲜半岛的一部分 那么咽喉制作的器物 为什么会出现在大河口一号墓中呢 同样附有咽喉指字样明文的青铜器 在大河口一号墓中被连续发现 最终达到了六件之多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 一号墓里面发现的咽喉指的器物都是酒器 而且呢 至少有六件 带有苗文的酒器 还发现了这个酒器里面有长套的小酒器 早在西周初期 宗氏仲臣位列三宫的邵宫姬氏 就被分封在了燕地 都城遗址就在今天北京郊区的房山 燕喉指是少公的儿子 燕国的第二代国君 而明文中的姑妹应该是指的小姑姑 燕喉指为姑姑制作的器物出现在遥远的大河口 那么一号墓墓主人就很可能是燕喉指的姑父 这样一来 人们终于知道 一号大墓神秘的主人不仅生活在西周早期 而且身份地位很高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燕喉的姑姑结合在一起 接下来 众多青铜器中接连发现名文 但是 类似博作仪 西府丁 某副物 某副丁这样信息简单 甚至文字都无法解读的名文 自然不能提供更多线索 但是 其中一些却又出现了瑞公和景书的名字 众多国民 人民出现在一号墓青铜器上 考古队员最终断定 一个不起眼的霸字才是这个族群的名称 可究竟是霸国还是霸族 答案却依然没有出现 瑞公是人们对瑞国国君的称呼 而景书则是周共亡时期的大臣 专门管理刑誉和诉讼 难道说一号墓墓主人是他们中的某位 像蒋书和瑞公 就包括这个燕喉 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在这儿 因为这个瑞公 就算西周时期的瑞最有可能是在润昌 或者是润昌那边的红河两岸 在这个红河的拐角那些地方 它不可能在这个一场这些地方 像这个蒋书的墓地 那在西安的张家坡早就发现了 有趣的是 在后来对青铜器的清理过程中 考古队员甚至还发现了 恒水西周墓地主人彭博字样的名文 一座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 种类五花八门 可为什么器物上的名文也会如此复杂呢 那么这个羌铜器的来源 它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是周天子飞风的赐给的器物 有的是他朝骗周天子的时候 周天子赏赐给他的 有的是通过战胀的方式掠夺的 有的是通过截盲的方式赠欲的 还有的是通过婚姻的详识 这个陪嫁的 也就是所谓的氧气 类似彭博这样 属于瑞公赠送的器物是一件青铜鬼 名文内容为 瑞公舍霸马两玉金用铸鬼 看到其中突兀出现的霸字 谢瑶婷却立刻联想起 此前人们对大河口墓地墓葬朝向的疑惑 他虽然是距离近过很近 但是他的埋葬习俗和静国不一样 安葬逝者 关乎对祖先的崇拜 在尊崇礼乐制度的西州时期 早就形成了严格的风俗和制度 然而投西角东安葬逝者的大河口墓地 去引人们对墓葬属于静国的推测相互矛盾 在这个山西南部地区 就是说一般的我们认为 北向的墓葬可能和周人有关系 这个东向的墓葬就可能和这个东西向的墓葬 就是可能和当地人 特别是这个投向东的墓葬 可能和当地的唐人有关系 投向西的墓葬呢 就有可能是和这个荣敌有关系 从瑞公鬼的名文结构看 霸应该是接受这件器物的族群 也就是大河口墓地主人所在势力的族名 结合一直令人疑惑 既不同于代表周人的晋国墓葬 又不属于晋国继承的古唐国藏族 难道说大河口墓地真的属于一个名叫霸 但却从未在史籍文献中出现 而且是隆敌部落建立的国家 所以我见到这个霸子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 它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 很快 谢瑶婷的猜测再一次得到了证实 在另一件不起眼的三足轨上 膝盖上出现的霸忠坐旅仪五个字 再次证明了霸国的存在 霸忠应该是霸伯的弟弟 忠是排行老二 他应该是霸忠 那么往往是这个出现在 苗文的最前面的 就是说霸忠做什么什么器物 或者是霸伯做什么什么器物 这样的苗文很可能就提示我们 它有可能是这个族群的这个数量 霸作为一个族群名称 至此已经可以确定 但身为族群领袖的霸忠 是霸国君主吗 如果明文中没有类似 齐公 晋侯 彭博 这样明确国君身份的文字出现 称呼这个族群为国家 显然很难被所有人接受 然而遗憾的是 直到青铜器清理完毕 考古队员始终未能在一号墓中 找到带有霸伯字样的明文 在一号墓发掘现场 大件青铜器摆放在果室西侧 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空间 光果之间其余三个方向 相对狭窄 放置着一些车马器 兵器 陶器 骨器 棒器 甚至还有硅甲和路脚 果室正中摆放棺木的位置上 骨骼腐朽严重 红色的淤土里混杂着大量 原本佩戴在牧主人身上的小件浴室 果室清理完毕 考古队员在隔着 国底板的木坑底部 牧主人身下的位置 还发现了一个名叫腰坑的小坑 坑内埋葬着一具未成年小狗的骨骼 大河口一号木发掘结束时 时间已经进入了2008年春天 大木的成功发掘 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 西周时期曾经有一个 这个名为霸子族群生活在这里 可是与晋国近在咫尺的霸 究竟是一个独立的分国 还是晋国内部的附庸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考古队将下一个发掘目标 定位在了勘探出的百余座墓葬中 规模第二的二号墓上 二号墓与一号墓并不相邻 它的墓坑长4.2米 宽3.47米 深8.2米 从各个数据来看 都略逊于一号大墓 霸博宝眼闪亮登场 一个从未在史籍文献中 出现的国家重见天日 随着越来越多墓葬被清理 考古队员很快又揭开了霸博 从何而来的历史谜题 大河口二号墓的发掘过程 波澜不惊 有了发掘一号墓的经验 规模略小 同为数学土坑墓的二号墓 尽管也是口小抵大 但却少了壁堪这样复杂的设施 与一号墓类似的还有果室内的布局 但二号墓中随葬的器物 却明显少了很多 一号墓有75件青铜锂器 而二号墓只有9件 其中与等级密切相关的青铜碟 更是只有三件 在二号墓官室的位置上 墓主人的骨壳还在 经过人类体质学鉴定 这具养身直肢的人骨 属于一位女性 下葬时随身佩戴了七套玉石串饰 两件发饰八块玉绝 手持两件丧葬专用的卧玉 身边则摆放着两件饼形玉器 从墓葬中诸多细节来看 这位女性墓主人 应该是一位族群首领的配偶 由于一号墓随葬有大量兵器 墓主人显然是男性 那么这两座墓葬会不会关系密切呢 遗憾的是最终根据器物器型所做的年代分析显示 这样的猜测很可能并不存在 但它不一定是一号墓的负 因为二号墓的年代显然要比一号墓要晚许多 二号墓年代稍晚 青铜锂器数量也不多 但组成锂器的吹器、酒器、水器、乐器等几大类依然俱全 提取出这些文物后 队员们第一时间开始在青铜锂器上寻找可能存在的鸣纹 三件容易出现鸣纹的青铜顶空空如也 青铜鬼上也没有任何发现 但是当人们开始仔细观察一件不起眼的青铜眼时 眼的内壁上却依稀出现了十三个文字 维正月初级 霸博作宝演其永用 这行文字的含义是 为了庆祝春节 霸国的国君霸博制作了这件珍贵的宝眼 希望它能够永远发挥作用 大河口二号目霸博宝演的出现 终于解决了霸国存在与否的疑问 但是这个谜一样的国家究竟从何而来 最终又为何彻底消失 而且从未在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献中出现呢 其实霸国是怎么来的 北西也是一个谜 霸国它最初我没怀疑 它在这个商王朝的时候 最迟是在商代后期 它已将是从这个中原地区以外 迁徙到了中原地区 之所以判断霸国至少在商代就已经在中原定居 是因为腰坑训狗都属于商人的藏俗 这说明霸国已经受到了不少商文化的影响 那么周五王灭伤之后 他有迫于无奈 他也得接受这个周人的良道和通知 那么周文化的因素也就黑快的进入了这个霸国这个人群的埋葬系数里面 霸国过往的痕迹在墓葬中找到了答案 但这个国家的消失显然还要等到整个墓地发掘完成才能得出结论 一号二号大墓的发掘有了重要成果 随后进行的大范围勘探也证明 整个大河口台地几乎都处在墓地的范围内 墓葬数量超过了两千座 那么它远远大于这个降下航水墓地 我们发现的一千三百座 那么它比晋国的墓地 天马取垂的取垂墓地要小得多 取垂墓地 据初步的估计大约在两万座墓上左右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时人群的规模不一样 国家的这个至少是国都吧 它的规模大小是不同的 古时人们尊称县令为百里侯 其来源就是指西周时期 诸侯国大多方圆百里 今天的考古发掘恰恰证实了这个说法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 我们很难确定这个国家 它的范围到底是方三十里还是方五十里 我们也很难确定这个国家 它外面还有没有下属的这个独翼 或者说下属的长寺或者是催落 一袭拥挤在如此狭窄的区域内 那么霸国 彭国这样弱小的国家 和强大的晋国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难道说是因为依附晋国 因此才得以生存吗 通过考古发掘人们发现 彭国国君生前迎娶了西周宗室贵女 因此在死后以伯爵的身份 越级享受了侯爵等级的甲字形大墓 同一时间霸国也和燕国联姻 并与景叔 瑞公等公卿诸侯迎来送王 而恰恰没有体现晋国 如果他是所有晋国直接管辖的话 那王朝的大筹不可能越过晋国 去直接和他下面的大筹直接来往 在随后长达数年的考古发掘过程中 陶谷队又接连发现了 包括1017号 2002号这样的诸侯墓 以及1034号 1028号 2011号 这样的高等级贵族 大河口1017号目出土的青铜器中 仅里器就有57件 种类甚至还超过了一号大墓 考古队员在提取出的铜斗铜鱼等多件器物上 再次发现了带有霸博字样的名文 2016年秋天 大河口墓地考古发掘终于接近尾声 年代下限也被确定在了春秋早期 如此一来霸博的肖王也就有了答案 他被靖国的肩并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他的目的的下限年代 和这个靖国 靖县公时期的扩张是一致的 靖县公是靖国崛起的代表人物 史称他病国时期服国三十八 在历史中被并服的数十个国家名称自然不需一一赘述 显然临近的霸博彭国都难逃恶欲 两千多年过去 时光荏苒 沧海桑田 当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千年之久的霸博 早已被尘埃掩埋 只有这两千多座墓葬 在经历了洪水冲刷 风雨侵袭 甚至盗墓贼的骚扰后有幸留存到了今天 于是一段淹没了的历史得以重现 一个族群的悲欢离合 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摆在了今天我们的面前